我林瀨政府走馬上任後一個多月 行政院首次公開媒體查詢 由院長卓榮泰親自主持 各界關心台灣到底缺不缺點 從童子嫻到李遠哲都挺核能 環境部長還說不排斥核點 那行政院要怎麼接求 核山廠就算啟動三年半到五年 是沒有辦法發電的 到2030年之前 我們還有200萬千瓦的餘域 傳統的核能在目前來看 是不可能解決大家現在心中 任何一個大大小小的問題 未來的新核能 那我們絕對抬取開放的態度 2030應該是一個關鍵點 對於新能源 卓榮泰強調抱持任何可能 也會在即將召開的 經濟發展委員會 找來相關專家學者 例如鴻基集團創辦人施正榮 台新進行董事長吳東亮 以及商總理事長許舒博等人 能源政策會不會轉彎受矚目 赴大陸進團令 能不能取消也受關注 立法院通過決議 要政府解除人民組團附路的限制 政府願不願意走出 釋出善意的第一步 台灣之間的交流 只要秉持著對等尊嚴 從能源政策到兩岸交流 就看執政黨能否拋棄 意識形態接納更多元的意見 不只百姓的聲音 政府聽到了嗎 接著楊介宜君 SL組台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